抱宋志孝白长猪分手原因 猛制手接坎坷行录时分手内幕 将Gary在录制RM的最后一期时 宋志孝当场情绪失控不禁流泪舍不得七年的好友 并且做了七年的周一情旅两人感情深厚 分下宋志孝也为Gary哥哥即将下车的时期事情哭过好几次 而在现实生活中 宋志孝和前男友白长猪分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近日猛制坎坷行录时分手手度曝光 分手原因被扒 宋志孝白长猪分手原因 宋志孝白长猪恋情公开时 引得无数粉丝心碎不已 而在这个档口却爆出宋志孝白长猪分手的消息 注射吸引 点球 但记者试探性地在节目后采访时 问宋志孝白代表最近怎么样 之类的问题 一向好脾气对待记者的宋志孝破天荒地拉下了脸称 不太清楚 他有他的事情然后转头就离开了片场 宋志孝白长猪分手原因 2012年7月 韩媒爆出宋志孝与所属的CGS经纪公司老板白长猪已命令三个月 周格东阳 32岁的白长猪旗下拥有 等当红蜜人 身家约10亿元台币 却曾恐吓权向右被判刑八个月 是个有钱科的大哥级人物 白长猪三年前成立CGS光罗 他虽有钱科 却深得一人信任 去年买785万元台币的轿车 送白长猪当礼物 白长猪也靠GT赚不少 粗估施加约10亿元台币 宋志孝白长猪分手原因 白长猪九年前曾任全项右经纪人 后来撕破脸 还因恐吓他被判刑八个月 Dispatch报道 白长猪很关心宋志孝的演艺活动 通告都仔细过滤 宋志孝去年底带男友白长猪见父母 宋志孝妈妈临别还抱白长猪 显然对准女群很满意 但周一情侣在粉丝看来是很般配的 既然宋志孝恋情曝光 那周一情侣只得面临分手 就在这时候 韩国媒体却爆出了两人感情 出现猎戏已经数月没有联系的消息 对此记者试探性的 在节目后采访时 问宋志孝白代表最近怎么样 之类的问题 一向好脾气 对待记者的宋志孝破天荒的 拉下了脸称不太清楚 他有他的事情 然后转头就离开了片场 这种态度引起了网友们的诸多猜疑 大家觉得现在两人之间 很可能出现了问题 正处在冷战时期 虽然这么说不太地道 但是很多喜欢RM宋志孝 和江贵LoveLine的粉丝 听说这一消息却十分的开心 宋志孝白长猪分手原因 网友们纷纷在网络上表示 宋志孝白长猪分手了 你曾经的诅咒可能即将应验了 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 宋志孝回应和Gary的绯闻 大家都知我跟他在节目里面是 周易情侣 一知大家喜欢看到我们走在一起 不过其实我们跟其他人如像家人般 如果再有Running Man粉丝聚会都会一起来 不过暂时没有 宋志孝白长猪分手原因 韩国女演员宋志孝 19日通过INS发表感言 将离开Running Man Running Man Goodbye 一起做了四年 现在再见 全体成员 尤其是我的担当志孝 从家族诞生开始在一起的在十哥 还有我们的成员们 希望你们一直健康 一切顺利 总有一天会再见吧 为了我另外的目标 再见 宋志孝白长猪分手原因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宋志孝这是要去结婚生子了吗 但韩梅却爆出宋志孝白长猪 两人感情出现问题 难道宋志孝白长猪真的分手了吗 而宋志孝并非唯一离开Running Man的成员 近期 Running Man制作人赵孝震 PD在参与录制了四个月 奔跑吧 兄弟后宣布离开Running Man和奔跑吧 兄弟 job 出品 开转 宋志孝 y 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